12月10日消息 12月10日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的61岁生日 据国内媒体报道 郎导目前正在美国和女儿一起庆祝生日 退休之后的郎导享受着平淡却无比幸福的日子 令人为他高兴 在8月初闭幕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以二胜三副小组未能出现 作为未免冠军提前打道回府 中国排鞋没有和主教练郎平进行续约 9月1日 郎平正式结束了9年的女排执教 现任主教练一职 虽然郎导的离去让很多球迷网友不舍 但是中国女排和他或许都需要一个暂停键 好好休息一下 过去的9年时间 郎导的生日基本上都是和队员们一起度过的 今年不再肩负着国家队的执教任务 也让郎导能够第一次和家人一起庆祝生日 他也来到旧金山和女儿团聚 据国内媒体我爱女排报道 这一天 他睡到自然醒 和家人一起有说有效恭敬早餐 饭后牵着女儿的爱犬出门散步 从照片来看 郎导牵着一条大狗 走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 露出了一脸灿烂笑容 前两天 郎导还和女儿白浪 一起装饰好了家中的圣诞树 今年的圣诞节 一家人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庆祝 值得一提的是 照片中的郎导 看上去年轻漂亮了许多 看上去至少年轻了十岁 果然是无事一身轻 他和宝贝女儿 女儿的爱犬同况 笑容灿烂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一帮在美国的好朋友们 还为郎导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生日聚会 好几年没见面的老友都聚到了一起 郎导还来了一份龙虾一面 作为长寿面 如此悠闲而又欢快的生活 是三个月之前的郎导 所不敢想象的 看到郎导在美国的生活 过得如此幸福 网友们纷纷表示 祝福郎导生日快乐 享受美好生活 看来郎导已经回美国了 幸福享乐平安顺遂 郎导真的特别精神呀 郎导退休后气色很好 年轻了十年 看到郎导幸福的生活真好 时髦得很 还露腿弯 到了一定年龄 还是休息好 郎导好漂亮 这是最新的照片吗 看起来气色很好呀 郎导生日快乐 好好享受和亲人的时光 余生幸福安康 郎导生日快乐 祝见健康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您的名字与中国女排在一起四十余年 您是中国女排的微微丰飞